讲完了也 好 所以那时候 当时的大祭司叫做提阿非罗 不是提阿非罗大人 这个人比较温和 没有像他父兄那么的 什么样的 独辣 想要置耶稣于死地 那时候是37年到41年 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 被钉死之后 所以这一段时间是 这个教会能够得平安 被建立的最佳时期 被建立的最佳时期 好了 我想在这一段讲清楚以后 我们再进入到 这个下一段 非常非常重要 来 今天开始我们要讲第四讲 在9章到11章 我记得这个雅各 你们之前就是讲到 大概11章左右 对不对 彼得 医治了这个尼亚跟多加 这个是故事 不是很常被提起 但是也是非常重要 多加至少是比较有名的 死人复活了 那么彼得后来浑游向外的这件事情 跟哥尼留家的这个被圣灵所充满 前后呼应 那这是彼得这件事情最末了的一段记载 然后后来彼得呢 辨白他为什么要把福音传扬到这个外邦人当中的原因 因为以色列人根本就跟外邦人不接触的 那么巴拿巴呢 就兼顾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这件事情 就是前前后后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之后第五讲以后就开始进入了第一次旅程各方面的事情 非常非常丰富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路 这个刚刚前面我们是一直在讲的是谁啊 都是在讲保罗的事扫罗的事嘛 他怎么样得救的事情 他得救了以后 他怎么样跟这个 去了这个亚拉伯 回到大马社传扬福音 然后再去这个耶路撒冷 然后与弟兄们在一起啊 然后接受了巴拿巴的引礼 然后跟这个使徒们 彼得阿和雅各啊 然后都同住五十五天 就这一段时间 讲突然之间传讲到扫罗他得救的过程 但是呢 后来就再回到主轴一 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的核心重点 人物还是彼得 对不对 还是彼得 他就把这一段话继续把它给什么样 讲说清楚 好 但是已经给你预留了 这个扫罗已经得救了 扫罗也是得救的故事大概是怎么样 先跟你就讲清楚了 后面呢 就开始回到彼得 他周流四方的时候 周游四方 又住到怎么样 到了居住履大的这个圣徒那里 履大很靠近迦帕 这个约帕那边 那么到那边呢 他遇见了一个人名叫以尼亚 以尼亚 弟兄姊妹很少注意到这个以尼亚这个人 因为他就在履大 他得了瘫痪在路上啊 躺过了八年都没有被好 但是彼得却对他说 以尼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收拾你的路子 起来行走吧 他立刻起来 凡住在履大那边的 沙伦那边的 看见了就顺服归服主了 这很简单传福音啊 看到神迹奇事 随着你 他就传福音了 这个使徒的福音很粗暴简单的 他没有讲那么多的这个什么大道理 他不跟你讲那么多大道理 他就是一件神迹奇事就超过了千言万语 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是履大的地区 靠近海边 达伦平原这个是更是靠近海边 这一代的人 原来都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啊 现在就到了履大和沙伦这边 在该撒利亚前 那我们来看啊 除了这件事以外啊 这个 这个 后来啊 履大跟沙伦之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 小城 海边的城 叫做约帕 老师也是在约帕那边呢 在 呃 离开耶路撒冷前啊 离开以色列之前呢 就在约帕 在那一片呢 整个的晚上我都在海边 然后就在那边思考住的话 那我就一直看向地中海 我想想我的右边是整个广袤的欧洲大地 我的左边是这个极其大的这个非洲大地 那我的后面啊是极大的一个亚洲板块 哇我实在是感觉那个约帕那个地方是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也是从该萨利亚和约帕这边啊福音开始往西方的大幅度传扬 而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女的门徒啊 她的名字叫大比大翻成新年的话这个希腊话的话就叫做什么多加多加那个多加呢 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徒啊 女门徒啊 她广行善事多失周系啊 通常啊 你有的才能给人啊 就是这个是啊 相当有啊 富有的一个姊妹啊 当时啊 她患病而死啊 哎呀 这个多尼亚是啊 瘫痪在那边八年之久 没人管她 然后后来啊 使徒向她说话 她就起来了 那么这个患病而死呢 这个是整个吕大到沙伦平原之间的这个约帕所发生的事 那么有人就把她洗了 不洗也不行 死了会臭 那就停在楼上啊 她患病了嘛 那么吕大跟这个约帕本来就很近啊 那门徒啊 从约帕听说的这个彼得 就在附近啊 就在有吕大这边 哎呀 赶快啊 打发两个人去见她 要求她 你求求你 求求你 来赶快到我们那里去吧 不要担言吧 为什么 这个神的仲的仲人啊 女仲人啊 大彼得多加当时啊 死了 已经死了 但是想说啊 刚刚死 搞不好还可以救活了 就是这个意思 彼得啊 彼得啊 彼得啊就起身 同他们去了 他起身了以后啊 同他向他 和他们同去 到了就有人领他上楼了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啊 为什么是寡妇站呢 因为啊 这个多加平常啊 广失善行 多失周济嘛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多加是肯定是啊 做了很多好事了 那他通常啊 你自己有家有孩子的人啊 你自己照顾自己就好 哪些人是最需要照顾的 寡妇最需要照顾 这种寡妇啊 在这个彼得旁边哭啊 拿着多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的礼仪外衣啊 对不对 都给他看 你看看 这是他这个多加的衣服啊 他这个以前做了多少的事啊 就一直不断的跟这个彼得说 彼得啊 听了知道了 叫他们出去 他出去以后就跪下祷告了 他跪下祷告 这不是面对着这个多加祷告哦 他乃是啊 这个向着祖那边祷告 祷告完以后 他转身过来 转身过来 对着死人说话了 他说什么 大彼大起来 因为他是啊 希伯来话叫大彼大嘛 希腊里话就希腊话才叫多加嘛 大彼大起来 哦 这神的权柄啊 就真的就在那边啊 就生命的这个重新的注入 他就张开眼睛 见了彼得就坐了起来 哈利路亚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 你们都进来吧 就将多加多活活的再交回来给他们 这是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表示呢彼得没有停下他的传扬福音 表示使徒仍然继续往前 即便中间我们提了好多中间的人 比如说斯蒂凡的受害 比如说腓力的传扬福音 比如说扫罗怎么样被带进住那边 对不对 然后也提到巴拿巴和亚拿尼亚这样的等式 好像就散散出去了 但是使徒们有没有停 使徒没有停 所以这个这个戏剧啊 常常有时候讲到一半了 回想以前做什么 或者同时啊 有什么样的事情同时在出现 有没有戏剧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表达 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点在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同时表达 但是文字就很困难 所以文字呢 有时候啊 他必须交代一件事 交代清楚再回来讲原来的事情 因为那个事情可能是同时发生的 对不对 所以文字是比较需要用这种方式 好 这些事情啊 就传遍的多 约帕 约帕那个小镇啊 小城啊 到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城啊 在靠近海边 那海滩非常漂亮 这个重点是什么 这个事情能够把死人都带复活了 这个事情呢 绝对一大堆人信了 为什么 多家早就死了啊 他这个死了以后还为他这个洗 洗了身 这个时候才去找这个彼得的 那他已经死亡了 已经有一阵子了 那一段路要用走的 要用开车 开车都很要有距离 开车起码也要有大概20分钟了 那走路那就太久了 所以这个多家死的这件事情是肯定被记载了 去确定死亡 但是确定死亡的居然在彼得来之后啊 大彼大起来 经过他的祷告 带下生命的权柄 这个没有人能够啊 这个这个deny啊 就是否认了 好这件事自然就传遍了多约帕了 传遍了约帕 很多人就相信了主啊 哎呦不得了啊 这个耶稣基督真的果然是主啊 你看到今天 他的门徒都带下这样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啊 此后彼得就住在哪里啊 住在一个约帕的削皮匠 西门匠 这个削皮匠 待会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 就住这多日 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多日啊 这个时间都不少啊 比如说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十二探子啊 后来死了十个以后 他们就住在这个旷野里多日 他那个多日的意思啊 好些日子啊 是38年了 好了 这个多日啊 也是很长了 但是这个常常归常不是长到那个几十年那种长了啊 这因为这件事情乃是在预备一个什么哥尼流的这个外邦门徒被带进神的公 整个国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就是削皮匠西门匠 这个削皮匠啊 它很特别 它是制造皮革的工匠 皮革 这个皮革要做什么 哎呀可以啊 用山羊毛 绵羊皮 这个山羊皮啊 绵羊皮啊 皮革嘛 啊 跟那个骆驼的皮啊 这个死掉以后啊 这个皮啊 做成比较实用的皮质品 比如说什么 装酒的皮带子啊 新酒装新皮带 有没有 皮的带嘛 那皮是什么皮啊 那个动物的皮了哦 这个动物的皮要拿来用啊 动物的皮跟血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很臭的 你知道吧 所以呢 这个制革的过程之中啊 这个削皮匠就必须要将皮革一直不断长期浸泡 浸泡在怎么样 以毒攻毒啊 尿液和排泄物的桶中 哎呦 臭得不得了 所以他们的工作场地啊 正正的臭 必须要远离人群居住去 并且呢 要加上他们需要大量的用水 所以需要有顺风的地方 有顺流的位置 才能把他洗干净啊 那好像是这个恶错的那些化学药剂一样啊 然后就把他们怎么样洗干净 在犹太人啊 律法是试这个死尸是不结的 所以烧皮匠呢 这个都得要碰死尸啊 这个皮子就要被当成不结尽的行业 那犹太人的女子啊 婚后如果发现啊 这个丈夫从事是不结尽的行业啊 那可以合法的竖起离婚的 所以严正的这个犹太人是不会接受 削皮匠的款待的 所以这个就已经讲了他为什么住在那边 表示神叫他接纳的 那这个还是因为他是消费一样西门 所以这名字也是犹太人啦 只是做了这个是比较低下的工作 或者是比较不结的工作 有人养猪啊 其实养猪现在很赚钱啊 但是问题是养猪这个猪是被圣经所指为不结尽的 那你可以养牛嘛 你可以养羊嘛 养猪啊 就叫这些犹太人正统的啊 他就不愿意亲近啊 这个就是约啊 现在的名字叫亚法港 以前的名字叫Yopa就是约帕港 那么圣彼得修道院啊 1890年被兴起 我我现在都看得到啊 到了约帕那边就看得很清楚啊 而且那个地方啊 还还是算是他的蛮核心的地区 现在还很多的地点啊 都蛮都蛮怎么样 因为老师亲自在那边待了好几个小时 那整条街啊 如果也蛮值的 你也可以叫他直接 然后就是在那个 但是他是平行于海边的地中海的 那这个约帕港啊很特别 因为为什么在圣经一面旧约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这个地方了 老师提过啊 比如说推楼王西兰呢 将香薄木啊 从泥巴嫩那边啊 砍下来以后扶着海 让他运到这个地方 前面有一艘船 然后每一根木头啊 都给他绑紧了 连在那个船上 然后后面的一根一根的这个浮木啊 就从泥巴嫩那边海运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他怎么样上岸 然后再从岸上啊 把他给什么呀 运输到这个索罗门的耶路撒冷 从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 如果开车大概两三个小时不到 不太远不太远啊 其实啊开快一点了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久了 几十分钟也可以到 哈哈哈 但是就是啊 那边啊常常停车也蛮多的啊 那呃 因为这个地方啊 通通都是人 人群聚集的地方 好 那再来呢 那先知约拿是不是 约拿曾经啊要逃避嘛 他想要逃往他失去 他是什么 西班牙那边 他这个约拿啊 接受到神的指令 说叫你要往这个尼尼威去 传扬福音 他不肯嘛 他说那些人都坏蛋啊 我干嘛跟他们传福音 那我赶快躲避哦 啊 那他就在哪里上岸呢 就约帕上岸 就是同一个地方 他往他失 躲避耶和华的面 这个是相传呢 呃 小皮匠的家啊 这当然是现在啊 反正就是一个城里面呢 没有几几 没有几个地方了 那么他就相传呢 是 有没有看到 有点样啊 这个图 好 上楼梯的屋 呃 上屋顶的阶梯 然后这是井 这是去虚虚血鞋啊 这个长相就这样子啊 这是呃 画下来的 好 问题啊 不是在于小平家 而问题是啊 什么事情非常重要 必须这么样的这个郑重 其实是讲出来 尼尼亚是继续在外外 外头 旅大这个地方 呃 传扬福音叫呃 医治呃 病人 叫这个瘸子的德行走 这边贪子就叫他起来拿着拿起他的路子 不简单 大毕大 大毕大跟 呃 多家 根本就是死了 死而复活的故事 更 更不简单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讲到 萧比将家呢 西门 原来是为了铺成一个重要的事 来是在 该萨利亚 该萨利亚就在 约帕的北面的一个海港 约帕本身是海港啊 沿着海 海边的该萨利亚是一个大城 哦 该萨利亚 什么叫该萨利亚 该萨的行工啊 行工啊 好 那 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戈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屋长 意大利营哦 他不是普通的营队哦 什么叫意大利营啊 他生长在意大利的罗马公民 最城镇的罗马公民啊 正皇旗啊就是啊 好 所组成的志愿军 你要知道整个罗马 那兵兵很多啊 全全这个罗马帝国各地都是啊 欧亚非三个地 有很多的兵兵不是从意大利营 他的罗马城那边来的 他乃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所以不一定都是这个本地的 这个正皇旗的这种军队啊 不是啊 乃是啊 哎 这个但是这位是表示什么 他非常的这个 呃被人尊重嘛 被人尊重了啊 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啊 非常清晰 他说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虔诚 那就要敬拜了 啊 那他和他的全家都是敬畏神 都是敬畏神 敬畏哪一位神啊 那当然 在圣经里面讲的神 真正指明的就是这位 无一无二的神 这他很像什么 他很像那个 呃 他并不算是在外邦人中 他并不算是在外邦人中 众计百姓常常祷告神 这讲得很明白 清楚 讲说这个 这个歌尼流的身份 虽然是外邦 他确实啊 是 呃 有福福在主的面前的一个人 现在啊 我们已经把九章的末了 就是啊 这个彼得啊 住在萧皮酱家 啊 萧皮酱西门家 但他们十章开始啊 就直接提到这个歌尼流了 对不对 哎呦 我们今天时间是不是已经8点多了 啊 那我们这样吧 今天就讲到九章的末了 明天的话 这一大段非常丰富啊 非常丰富 明天我们也只能讲到8点啊 好 求主纪念弟兄姊妹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先看到 神在预备不同的器皿来成装 相信 呃 他是虔诚人 相信犹太人的神乃是独一的真神 平素也情言圣经 也遵守遗文 调规 规条 但并没有完全的皈依 啊 为什么呢 还没有收割礼嘛 啊 就是这样子 好了 那 赵姊妹我老师先交给你啊 然后把时间先交给你们 好不好 妹妹 好的老师辛苦了 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第九章 在第九章之前讲了一些当时的那些历史背景啊 然后那个嗯 我我还要重复听因为因为听那个有点吃力 然后就是看到第九章吧 第九章就是保保罗被神选招被神拣选在大摩斯路上然后眼睛如鳞片 嗯 嗯 嗯 掉下来 这个老师讲的就哎 非常的嗯 感觉有有感动吧 因为我们确实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看不到里面去 因为我们的心眼没有打开 所以说就像看不到的人一样嗯 所以求神圣灵带领吧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看到神的工作神的手 然后就扫罗往大摩斯哥去嗯 他被那个弟兄姐妹们从呃窗户上坠下去嗯 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和巴拿巴一起嗯 他们一起去传福音然后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启士 到了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他们到各会堂都是去传福音 虽然是被被逼迫的但是他传福音的火热的心并没有呃并没有因此呃 呃消沉然后他又行了很多的神迹以尼亚的病啊 呃瘫痪的呃瘫痪了很久的一个人了 瘫痪的一个人他就是他一说他可以起来行走他就起起来行走了 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又在多家有一个在约帕的一个女 女徒大彼大他是一个广行善事的多事周记的一个人 然后他他死了之后彼得在那里就是祷告他就复活了 嗯这个让我看到我们要做一个呃呃 呃做一个呃呃广行善事多事周记的人吧 嗯就是就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样的人呢神也就会格外的眷顾和 保守即使遇到一些呃事情嗯也会得到一些也会得到神的 帮助嗯就会会有神迹启示显在显现在这个我们的眼前 所以说从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做神所喜悦的人 然后就是还有到了这个小皮匠西门的家里就是嗯就是那个在约帕的时候啊 把多家活活的交给他们之后然后这个事情就传遍了约帕 在约帕那里面的人就有很多人就信了主其实我们要呃呃在就是做传福音呢做见证啊最主要是要把神呃介绍给人 并不是让人看到我们做的什么让人让人看到看到我们所做的然后看到我们后边的那位神 只有他才能做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做一些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那今天老师今天讲的内容挺多的尤其是前面那些嗯还要重复的挺感谢主那今天我就分享这么多吧 那看看那个问姐妹问姐妹你方便吗 问姐妹你方便吗 听听听听不到你的声音现在你稍微大点声 看到你麦克风打开了但是没有声音 那就看看心心心意姐妹你方便吗你那边怎么样 心意姐妹 也是听不到声音 心意姐妹还是也是听不到你的声音 嗯 那就那就那就等一下然后等那个请刘姊妹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刘姊妹 嗯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哈 啊 感谢主感谢老师 呃 真的是每一天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勉励我 哈 呃 真的感谢 你感谢 老师辛苦了哈 呃 今天呢老师借着就是 《使徒行传》第九章 再次给我们真的是细细的又查考了一遍 呃 其实在这第九章当中 第九章当中 在这人物当中 我真是在亚纳尼亚 这个虽然亚纳 老师也着重讲了亚纳尼亚这个人物哈 这个人物 亚纳尼亚他是一个门徒 而不是一个使徒 在 这个门徒身上 就是说在九章的十二节 也记载了 好 九章的十节记载了 亚纳尼亚是一个门徒 说当下在大妈师哥有一个门徒 亚纳尼亚虽然是一个门徒 为什么神这么多的使用他呢 亚纳尼亚是一个门徒 而主让他起来去向扫罗暗手祷告去暗手 但是亚纳尼亚这个人 这个人哈 他非常的就是是一个亲近主的人 对主有热心的人 他接纳主 他就是受主的引导 主怎样叫他去做 他就怎样去做 虽然亚纳尼亚当时的时候可能也有点不顺服 但是他最终还是顺服 主引导他 他就去做 去做神 让他去做的事 他也说明了一个亚纳尼亚是一个明白主话语的人 是听从主的人 在这亚纳尼亚身上也叫我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说让我常常每一天要亲近主 要真的是听从主的引导 主真的是 但是有的时候也消灭圣灵的感动 真的是亏欠神 当圣灵带领的时候 让我去做的时候 我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要去要明白神的心意 要听从主 明白神的话语 叫我在亚纳尼亚身上要学到一个 就是说顺服的 做一个顺服的人 就是看到亚纳尼亚就是说是一个蒙神 赐福的一个人 巴不得我也成为一个蒙神 就是天天赐福的人 在这个 亚纳尼亚身上我学到的功课 这就是说到了扫罗的悔改 转变 以及说扫罗得救的过程 和故事 在这里看到扫罗真的是为神的福音的缘故 真的是摆上 忠心摆上 成为神合用的 真的是真正的器皿 也罢不得 就是昨天我说了 也罢不得 我能成为一个和神使用的器皿 和神的使用 在这里也看到了 在九章也看到了 彼得 就是一致 彼得 一致 就是 尼亚和多加 在彼得身上 也叫我学到一个功课 就像老师刚才说的 说的是 就是彼得没有停下 就是传福音的工作 而是 和使徒们继续向前传福音 今日这么的光景 在疫情当中 在这洪水泛滥的当中 在这逼迫的当中 我们也要写 我也像彼得一样 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像彼得一样 不要停下 手中的工作 要继续 每一天 传讲神的福音 这是 在彼得身上所学的功课 真的是 感谢神吧 神天天 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 也教导我 也帮助我 每一天 都能够喜乐平安 来到神的面前 听神的话语的喂养 感谢主 我就说这些 好了 我看看 把时间 把时间交给 紫霞 紫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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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刘姊妹 很抱歉 昨天晚上有事情 没有去参加 给你送行 对对对 来 谢谢 谢谢 对对 十字行传 其实蛮有意思的 是一部 也叫圣灵行传媒 蛮好的 所以每天读起来 还是挺有自有味的 因为它的故事性 比较强 我这段时间 因为早上 实在是起不来 太困了 就是没有 就烂了几次课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就是能说的 听听 紫霞分享 挺好的 我觉得 顺着大家想的 也学习一下 那我就请下一位 紫霞分享 我看看 那就是 就是昌霞了 那昌霞姐来分享吧 好的 感谢主 谢谢老师 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 其实今天 老师给我们回顾 整个的 九章吧 然后 其实从这些人物当中 我们都学习 他的功课 对照我们自己 就是 从这些人身上 我们有警醒 有榜样 也非常感应吧 就像 刚才我们 刘姐所分享的 雅兰尼亚 虽然名不经传 但是他和主的关系 是非常亲密的 他能听见主的声音 就像老师所说的 其实主 无时无刻 也不再给我们 每一个人说话 那么我们 是否能听得见主的声音 那么我们 听不见主的声音 是源于 我们和主 真的是 非常的遥远 关系遥远 那么 雅兰尼亚 能在异乡当中 听见主的声音 也就看到 他是一个 敬畏主 和主 关系非常好的 就像刚才 刘姐所说的 那么雅兰尼亚 虽然 其实这个 门徒 虽然 在那个时候 新约 就是说 在 新 在他们那个时代 他作为一个门徒 其实已经 非常了不得了 就像 我们主日的 星期的时候 讲到 那么他们 就是在那个时代 一信主 都能成为门徒 是源于 就是有好多原因了 那么也 其实光照我们自己吧 我们信主以后 师父也能成为 成为门徒 虽然不是使徒 但是他们是 门徒的身份 是看到对主的敬畏 也是立志 把自己献给主的 那么又从 经文当中看到 雅兰尼亚 就是真的是 非常的爱主 包括他对 保罗的接纳 称他为兄弟 也是非常感应的 包括为保罗的 扫罗的祝福 那时候他还叫扫罗嘛 就说为他祝福 又叫他被圣灵充满 那么也看到说 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 包括那个 尹尼亚得一致 其实那么尹尼亚 他就他也是 本身就是犹太人 在那个光景当中 真的是在路子上 躺了八年 那么得一致 是因着主 所以就是说 他有这个信心 那么也看到彼得 是在周流四方的时候 也看到说 彼得的持续的工作 其实就是像老师所说的 如果看 就像看电视剧一样 从这个镜头 拉到那个镜头 在同一时间 不同的地点 发生的事 在文字当中 表流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尹尼亚的医治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 唱的这个诗歌 就是真的非常 扎我们的心吧 让我们真的知道 多少时候的医治 其实信主 无论多长时间 灵力有了 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 和灵力的疾病 都需要医治的 尤其是信徒 那么灵力的疾病 是非常的 可怕的 那尤其是 身在病中 却不知道自己有病 那从这个尹尼亚 实际上得医治 实际上我们也求神 光照我们 照出我们理念的 那个灵力的疾病 就是让我们也早日得医治 那么从多家呢 实际上我们多家 其实他这个人 人物就是一个女徒 那么 他是广行善事 多时周期的 那么也看到说 他是何等的爱主 也看到说 他从死里复活 真的死了好几天了 这带来的影响力 这一个故事带来的影响力 也看到是彼得的 就是靠着主的医治 那么有这个医治的能力 他就起来了 复活了 因着这件事情 就很多人信了主 也看到是多家的这种影响力 其实这里是一个好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每个人也有影响力 就是我们的 就是说不好 或者是在谁面前 那个光景 谁都知道 我们自己也知道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影响力 我们是影响人归主 还是拦阻人归主 这是我自己所思考的 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言语行为 拦阻了神的工作 那么就看到多家是一个 真的是成就神的工作 影响更多人归向主的 那也带给我一个思考 我自己是否 是像多家一样 引领人 有影响力 是引领人归主 还是福音 就是拦走了神的福音 半叠的人 是你就是来不到神的面前 或者是影响他的 所以非常感应吧 从这几个人物当中 让我们对照我们自己 生命的光景 相信我们的生命都会被激励 都会就是有更新和变化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不单单的是从这个故事当中 联系到我们自己 联系到生活的实际 在未来相信我们就是会更好 会更爱主 也更认识主 也更认识我们自己 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 看看还有谁 好像小霞姐没分享 是吧 小霞姐 你们风险这么好 我不知道怎么风险 我就是 这个 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就听出神的话 去 那个 扫炉的 这个是我们学习榜样 我们有时候 在有时候 神有时候 在这方面 我们有时候 生命感动 我们消灭生命真是可怕 我们求神灵敏 是 雅多尼亚 是我学习的榜样 所以我们以后 更加要 进行跟神的话 所以我们更加明白 但是我感觉到 虽然我不会讲 但对我的声明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老师讲了以后 我又是都还听不明白 但是 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 所以我更加 我又不会打 又是你更加冷静 所以我们生命还是婴儿 求神灵敏 你这样讲吧 我也不会讲 你叫个人吧 那就交给金牧师吧 交给金牧师吧 差不多都分享 听语是声音出本来 交给金牧师吧 那交给金牧师了 我声音退出来了 好嘞 好嘞 听到吗 听到吗 喂 听到吗 金牧师听得到 听到 听到 感谢主 小姑子 你讲得也挺不错的 生命得着最重要 这句话就到位了 能听明白 慢慢的就也能够分享 从一开始到现在 生命成长的很多 最起码 使我看见的 属灵有点打开了 属灵打开了 属灵打开了 就慢慢的 就能够讲了 其实讲得挺好的 别客气 感谢我们的主 今天你们其实分享的都很多了 都很多了 我们老师讲的是八章九章 一个回顾 其实我们真的说 真正信徒的标志 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都可以找到的 第三节让我们看到 是得着竹 福音的关照 四到五节让我们可以看到 遇见竹 并听见他的声音 因而认识竹 这是我们最大的功课 我们一定要遇见竹 我们一定要听到竹 那我们怎么能遇见竹呢 就是多多敬拜 因为以色列的神 是以诈美为宝座的 所以我们多诈美他 多读他的话语 就能听到他的声音 就能够真正的认识竹 然后要从竹那里 得到新的生命 新的使命 新的使命 因为保罗遇见了竹 竹向他启示的特征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位耶稣 这个头与身体要合而为一 所以说耶稣是我们的头 也是我们的身子 我们是他身体中间的一部分 肢体中的一部分 哪怕我们做不了一只手 做一个小指头也可以 总之我们要连接这个身体上 然后我们连接这位元首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注意 所以说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这是肢体不可以分割 我们要是一个肢体里面 必须要连接 必须要有连接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神 那我们从十一节里看到说 祷告的这个祷告的重要性 祷告是与主建立关系 祷告是可以得到神的取士 所以说我们也每个人都应该要怎么样 是一个祷告的人 在祷告中也最容易遇见主 那十七到十八节里面的 在身体里面要与众肢体有属灵的沟通 这点我觉得是我们要学习的 无论是哪一个肢体 我们特别要来与它沟通 这我好像是对我自己要来讲 作为一位牧者一定要连接所有的信徒 无论他属灵的观景 对我来说应该要知道 应该要与他交通 应该要与他怎么样 有一个彼此的交通连接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信仰 弟兄姊妹的信仰 生命的观景 包含属灵的 包含生活的 这就是福音的见证 这就是福音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在恩典中间展大 越来越有能力 求神给我每个人都有能力 与主耶稣连接 与教会连接 与牧者连接 与信徒连接 信徒对信徒 牧者跟信徒 都要有连接 在他恩典中间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成长 所以说呢 要是来了逼迫 我们也会有认清 要为主受逼迫 你看二三二十五节里就看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指引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很多很多的理解 我们也从十三节看到 圣天是超过一切的基督 从天上下来的那种光 从天上下来的那个 那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说得胜征服一切的敌人 那就是怎么 扑倒 基督使战胜一切的 所以说得胜征服一切的基督 能够使怎么样 抵挡的人能够扑倒在地上 所以我们要谦卑 卑微自己 卑微自己 让我们的主怎么样 在我们的心上 心里登上他的宝座 那他来掌权 我们就能听到 我们就能够看到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把这位圣女当作宝贝 来抓住不放 我们有句常常有首诗歌是说 主你若不为我祝福 我绝不放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这样 主你要为我祝福 你要我做什么 所有骑士的人要帮助我们 我们也要像亚南一样 那种亲切的接纳 亲切的接纳 我们二十节里也看到 大马社门口的同往的交往 那种交往 我看到使徒信心里面 有很多很多福音的榜样 福音的种植 以至于巴纳巴是怎样接待 然后临使徒怎样 我们今天如何要去 接纳那些很没信的人 怎样把福音藏给他 让他来接纳 所以这是一个功课 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 像保罗和彼得一样的那种能力 那么都是要从怎样 一点点点点滴滴里面做起来 留解的见词是让我很有感动的 留解的见词是让我很有感动 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要被建立在 主的恩典与知识上 然后在他的真道上 能够被建立 那时间关系我也不多讲了 求神给我们怎么样 有传福音的恩赐 有能力 像彼得一样 使大彼得都能够复活 我们就说多加 真的是让我们只能够怎么样 更多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人数增多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弟兄姊妹的交通和盈利 使这些祷告有能力 并能够觉得一致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 唯一的见证 传道的人一定有生命的见证 和属灵生命的观景 所以最大的就是祷告的能力 如果一个弟兄姊妹 为别人祷告成就了 他们就自然而然就会信了 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更重要 更重要 所以我依然还是说 先要得到神 就是得胜者 然后就是一个盲促者 无论是床福音也会能够 地上的生活也能够 这还是一个三部曲 我们非常感恩 明天也是特别更重要 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也有能力 主啊 保罗是怎样被你得着 扫罗成为保罗的 主彼得也是怎样被你得着 成为门徒 又有能力的 传福音的见证者 今天我们和请的 主啊盼望 破茧的盼望 愿以圣灵的同战 圣经的真正的知识 来传扬福音 圣灵的见证 主啊来影响人 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是最好的传福音者 愿你来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圣家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你的门徒 亲爱的主 我们这样向你感恩 祷告 叫做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称 阿们 好我们被主导文来做结束 阿们 祝福我们在天上的 愿人都尊 从你的名乎为圣 愿你的佛将 愿你的义 在地上 在地上 我们日用的 祝福我们预见 祝福我们拖 祝福你胸儿 为全国度 全比人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感谢主 我们明天见 明天只能到八点 所以我们 要加速度 然后很紧 好嘞 正的来走 祝福说爱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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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